詞曲 李宗盛 我本身環保的志向是由小學開始 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很有行 做了一個氣候變化相關的專題演習 尼諾斯博士他形容我們地球 好像一個不斷升溫的微波爐 焗到我們很熱而沒辦法去解決 這個畫面令我很印象深刻 亦令我很想為地球出一份力 看看自己有什麼做到去抗衡氣候變化 參與這個南極氣候考察成為香港唯一代表 其實也是一個機緣巧合 在疫情期間有一間NGO叫Ocean Geographic 這個機構邀請我去做網上論壇研討會 過了兩年之後Ocean Geographic的機構 跟我說接下來他們會做一個南極氣候考察 就是由我當時一起去做這個 webinar的嘉賓 Dr.Sylvia Earle去做大隊 去做了很多交流和對探 最終是想達成一些大家都可以認可的海洋氣候方案 去促進坦中和的 希望透過這些不同的倡議項目 去鼓勵到不同界別的人 都踏上一個海洋保育和氣候變化 氣候行動的路上 整個大環境在這個南極 就是每分每秒 可能現在是很平靜的一個海 但是下一秒已經是有很大的風暴潮 有一些巨風 人類真的很小 環境在不斷地變化 我們作為一個青年人 怎樣利用我們的天賦 或者利用我們的知識和經驗 去幫助解決這些環境問題 都是令到我有更深入的反思 考察結束之後 我都很積極去不同的學校和機構演講和分享 我很希望把這個信息帶給大家 就是南極正在發生的氣候變化 其實就是我們即將會面臨的危機 如果南極全部的兵溶曬 其實會全球的海平面上升 60至70米左右 希望用這些多媒體去觸發 令大眾可以有多感觀地 去感受到南極面臨的威脅 在第一季入了吳怡孫書院 吳怡孫的詞語是 Go Green Be Sunny 我本身就是做環保 我又覺得吳怡孫 Go Green這個概念很適合自己 亦在書院結識到朋友 我們一起去參加了一個創業比賽 成立了我的機構 非常低潭本地遊 一間社企 我們這個機構 之後獲得中大的社企基金去支援 令我們有一個十萬元的總資基金 去繼續發大來做 感恩有書院的支持 無論是一些真的 淺欣賞 甚至是一些 我認為是指援和聯繫是最重要的 中大GRM有不同的領域 讓我們去涉獵 另外就是中大GRM 都很強調一個考察和實地體驗式的學習 很啟發到我去真的下手下腳去做研究 還有建立到一個 怎樣做一個社會科學家 就是不斷去做調研考察 去了解一些實地的狀況 然後再結集不同人的可能居民的聲音 去做一個全面的研究出來 中大GRM很鼓勵同學去做分類回收 有不同的書院 有處於堆肥機 還有處於回收機 建築物方面 其實我們很多的新建築 都有一個Bean Plus的認證 一般大眾最容易可以做到的就是 減少微塑膠 微塑膠其實無處不在 我們穿的衣服可能都會釋放到微塑膠 因為現在很多衣服是Polyester 本質上都是膠 我們在南極裏面有十個海洋羊本 都看到微塑膠 其實可能吃海鮮 都是在吃微塑膠落塗 盡量不要買一些Polyester base的衣服 在海鮮方面都可以選擇一些 所謂環保海鮮 就是不同的罐頭上有些都有認證 例如MSC或ASC的標籤 都是一些國際的海洋可持續發展的認證 它確保它布勞的過程是不會損害到海洋資源的 環境問題其實是沒有邊界沒有國界 我們可能由香港做起 如何去連結大家都可以做一個海洋保育的先鋒 就是透過我們的一些協助 和透過我們跨境的一些交流